请珠宝百达菲利时间晚上七点整 军亚指出未来除了希望继续增加分会以外 也持续推动帮助青年拓展视野的计划 帮助台湾的年轻人到戏骨或者是中国大陆多交流 驻旧金山经济文化办事处处长马忠林 到场为新旧理事长交接仪式兼交 全球玉山致赠路一千里冒击可风 感谢马忠林帮助全球玉山 促进美国大戏骨和犹他州官方和各主流团体 和台湾在经济商务文化和各参访的活动 马忠林处长指出王伯源是创投界教父 全球玉山在他的领导下 促进台湾产与戏骨交流的深化 更协助全球精英凝聚共识 强化科技人才及产业在全球的竞争力 新任理事长陈军亚不仅事业有成 也致力推动台湾与戏骨科技合作 陈军亚的太太梅亦端 致力桥舍事务 每年提供奖学金给优秀学子 并参与各种慈善活动回馈社区 玉山目前在全球有14个分会 分布于台湾香港大陆 以及美国和加拿大多个主要城市 早期理事多以半导体业为主 现在发展至各专业领域 全球玉山科技的理事为玉山各分会 理事长一年一任 得连任一次 王伯源已任满两年 新任理事长和各分会的会长也感谢王伯源多年来领导玉山 在王伯源努力下 玉山增加了深圳和苏州两个加盟分会 也促进了各分会的联谊 王伯源希望玉山未来继续举办分会交流活动 开拓新分会让玉山为社会有更大的贡献 陈军亚在Integrated Device Technology公司IDT担任全球营运副总裁 在半导体业已经有30多年 他曾任美西玉山理事 也是过去两年的全球玉山科技协会副理事长 陈军亚说 玉山科技除了是科技和工商团体交流的平台 也支持青年学生的各项活动 例如哥伦比亚大学和世界日报的高中模拟创业竞赛 以及青年学生游选美国参访等 玉山的角色不断在改变 但追求创新鼓励年轻人的初衷不变 矽谷华人电台周乐云南湾的采访报道 亲爱的听众朋友投资朋友 欢迎您回到矽谷华人电台财经天地 今天是2018年的12月20号 今天是礼拜四 我是周乐 今天的节目呢 除了刚才的新闻报道之外 还有两段精彩的访谈 在上半场我们要来回顾一下 今天的股票的市场发展的情况 同时乐于接到您的call in电话 主播式的电话是650-968-2000 650-968-2000 请现在就打电话进来 来询问您的股票问题 今天在空中为我们讲解股市 是J 耿 J 老师 J 你好 大家好 J 今天礼拜四呢 是连续第二天的重挫了 那都都是因为在昨天 FOMC的meeting 在报告之后 然后在做决定之后呢 这个鲍威尔 他的新闻的发布会 那他的讲话令投资人还是比较担心的 在今天收牌呢 道指再度下跌了464点 那只是逼近熊市的区域了 美国联储局他在昨天加息 并且维持目前的大力缩表的步伐 这个是让大家觉得比较恐慌的 并且在CNBC里面 Jim Kramer还有老牌的财经记者 Joe Kerner都在批评说 鲍威尔他是一个学术型的人 他所做的事情并不能够顾到股市的情况怎么样 所以呢 对他的negative的comment还是很多的 那还有对于美国政府关门的担忧 也是令美股承压 截至收盘道指是下跌了464.06 或者是2%报22859.6 标普500指数下跌了39.54 或者是1.58%报2467.42 那只是下跌了108.42 或1.63%报6528.41 截至目前为止 三大指数都已经进入到2018的负成长 就是negative了 如果你买的是SPY 或者是道琼斯 或者是QQQQ 在年初买到现在都已经是赔钱了 那这种情况呢 我们在节目一开始 我们请J先来给我们解盘 J请您说 大家好 那么从整个目前的市场情况上来看的话呢 的确 刚才像这个周小姐所说的 这个Jim Cramer对这个鲍威尔的一个评价 就是一个学术型的 那么我 我个人也是在我的这个朋友圈里的话呢 可以在这个短期之内 我们也就是说本月的收盘的时候呢 能收到这个2590点位的上方 那么这样的话呢 从这个月的收盘情况来看 大指可以判断出目前的就是一个破位的一个节奏 那么从月线图上的话呢 已经出现破位了 那么短期之内的话呢 所释放出来的信号 就是要奔2300点 这是比较乐观的去看法 那么也就是说标普 从目前的点位上来讲 还有一个将近10%的一个调整空间 这是从月线图上 那么从整个这个市场运行的节奏上来看的话呢 那由于今年的整个这个行情 从年限度上 都出现了一个上升雨组回落 而且呢 还没有形成有限一线 这个反弹行情的一个出现 那不排除呢 在明年的这个1月份 这种恐慌性的情绪啊 会继续的稍微的还会蔓延 蔓延以下 那么从支撑来讲的话呢 目前从年限度上来看的话 已经开始修正超买的节奏 不过目前呢 尽管市场下跌了这么多 但这种超买的节奏的话呢 还是呈现出来的 还是有一定超买节奏的 所以说呢 不排除呢 还会继续的将下去寻求支撑 所以说呢 大家呢 可以把这个标普的 可以把这路长点啊 大概放在2300点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从近期的市场表现来看 大家呢尽量的清仓或者是呢 逢高去做工这个市场 直到呢目前整个这个市场的这个 卖压结束为止 所以说呢 我觉得最好的路长点的话 应该是可以放在明年的 明年1月份左右吧 看看市场能不能 一期合成的跌到2300点 如果跌到这个点位的话 我觉得应该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 接入的机会 就像今天有的分析师去说的 至少在下跌的过程当中 他看到了到处都是一些价值投资 价值投资类的一些个股 对是这样的 好 那这个呢也跟我们今天看到在市场上 代表恐慌的指数 像VIX或者是VXN 在今天都得已经到达了收盘的一个高点 但是现在就要必须要来跟在今年年初的 二三月的时候 那个是盘中的高点 当然今天还没有reach到 可见得这个市场已经到了极低的现象 那么如果说已经全部跌完 可以值得进场 时间点是判断在明年的1月 那那个时候也可能是要报告第四季的业绩的时候了 您觉得这个中间有没有基本面吻合的关系 我觉得目前基本面的 现在基本面所反映出来的这些数据 应该都是配合着下一次美联储的利率决育所预定的 因为我个人之前一直认为12月份是不加息的 然后2019年加两次就可以了 中间的话大概是放在第二季度和第四季度加息 这样的话可以给市场大概一个三个月的反充的时间 这样的话可以进行一个比较充分的一个修正 以至于这个市场不会说出现太大的恐慌 那么既然现在美联储加息了 我们也负责不接受这个现实 那么对于现实上来讲的话 市场就是要往下去寻求支撑的 目前来看短线上还是没有出现这种止跌的信号 除非的话某一天 那么市场或许走出一个低开高走 一根大阳线 而且上涨 因为我们看到近期的市场的波动 500点都不在画下 而且大家对于这种500点的这种贴幅 也应该是习以为常了 所以说在日后的行情当中 一旦出现这种反弹的话 或许会是一个短线上的一个买进的信号 但是从今年上来看的话 今年因为从整个这个行情是从10月份开始 一直出现这种调整的 短线上还是没有出现向上的修正 如果说今年的年底在这个六个交易日当中 出现向上修正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节奏上的一个需求 但是对于明年的这种开局来讲的话 市场还会继续的震荡 你像今年年底的话 各大公司所报出来的这个就业人数 这个失业率 我觉得这些数据的话并不是真实的 因为年底的话会 这个年底的行情 这个Gasgiving和Christmas 各大公司的话 都是召集一些 召集一些这个part time的一些员工 然后等过节之后的话 我们就看这个失业率 到底有没有出现这种 抬头的这种苗头 那么我觉得整个这个市场来讲的话 还是不稳的 那么同时呢 这个鲍威尔也是在不断的 也是在说每个月继续的500亿美元 19682000 J还有听众朋友我们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现在进一段工商资讯 华丽圣诞狂想曲 喜迎新年送祝福 老赵川菜馆 最地道的川菜系列 最丰盛的佳节晚宴 细嫩爽口的泡椒牛蛙 华人的麻辣脑花 汤鲜肉嫩的酸菜豆花鱼 外酥里嫩的辣子鸡 美味无限 回味无穷 让你享受家一般的温暖 红红火火吃川菜 团团圆圆过新年 老赵川菜馆 三家分店 Mountainville 欢迎订作来殿堂食 昌新珠宝CH Premier Jewelers 隆重介绍 瑞士名表Woblo 独一无二的设计 一丝不苟的细节 精湛的制表工艺 成就晚表中融合的艺术 出类拔萃的Woblo与博表 湾区华人独家代理 San Jose Westfield Valley Fair CH Premier Palaoto Stanford Shopping Center Changxin Zhubo Merry Christmas and Happy New Year Hongwei Medical Group is now opened in Cupertino near Bollinger Road in De Anza Boulevard This is the season of giving So we've decided to give first-time visitors in the month of December one free treatment in our brand new Cupertino office Please call us to schedule an appointment at 408-436-8055 Again 408-436-8055 Start the new year pain-free 王荣梅Rosemary王会计师事务所 专精公司成立架构 公司及个人所得税 薪资税 遗产赠予税 规划及申报 50EC3免税组织及private foundation 设立及报税 可签合401K退休金计划的审计报告 Broker Dealer及各类财务报表的审计报告 联络电话408-998-1688 998-1688 王荣梅Rosemary王 病情盼得准 穴位找得准 下针下得准 湾区著名的三准医师Julie Joe 祖传的手法 精准的用药 腰腿肩颈痛 坐骨神经痛 一次有效 25年的临床经验 从香港到湾区 不孕症 皮肤病 糖尿病 高血压 疑难病症 手道病除 Fremont和Campbell两家诊所 预约电话408-340-5653 408-340-5653 新翼旅行社提供租车服务 配备专车司机 7至56座 不同商务车型 满足您的各种出行需求 新翼旅行社推出客制化旅游服务 无论您是企业奖励旅游 员工旅游 商务差旅 个人家庭包团 境内外旅游 新翼旅行社保您一路畅通 详情请上网 www.merysontravel.com 或致电408-727-0570 727-0570 财经天地 由新翼旅行社赞助播出 merysontravel 408-727-0570 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Jay你好 你好大家好 周小姐好 好那现在您在做些什么事呢 在年底在股市都这么低 您有没有Nimbo进场 或者是做反向操作的一些ETF呢 现在还没有介入这个反向的机会 因为大部分的这种经历都投入到 跟大家经常所提到的那个NBED的这支股票当中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目前来看的话 等这个行情做完之后 我再试着这个找一些 嗯 个股来继续的来抢一些这个底部的反弹 我是这么打算的 嗯嗯 到什么样的情况出现 您才认为市场已经非常接近relative的一个最低点了呢 我认为那从点位上来看的话 大概是2000 因为今天呢 我还是看了一下 这个大概是2400点 周线图上有一个200天均线的一个支撑 那么或许呢 在这个位置上的话呢 市场呢 会稍微的反弹一下 周线的200天均线 200周的均线了 那个就是 我这边周线的200天均线的话 显示的点位呢 是2384点 嗯嗯 2384 接近大概有80点距离现在 啊对了 所以说很近了 就今天的最低点来讲 今天最低点是2438 其实呢 如果说 嗯 市场看多的这种意愿非常强烈的话 那么通常呢 在跌不到这个关键点位之前 市场呢 就应该可以看到这个反弹 说明了整个这个市场的投资者 看涨的意愿非常强烈 喜欢提前进场 那这样的话呢 点位有些时候呢 会调整的不是很到位 就会出现反弹 这也是可以理解的 不过目前来看的话呢 像本周今天是超卖的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还会有一个向下的一个惯性啊 所以说呢 我觉得对于整个市场 如果要是说在短短线之内 或短期的一两个交易 交易日之内 做一个震荡整理的话 那么对于个股的这种 补性来讲的话呢 他们也有可能会继续的向下去 向下去寻求支撑的啊 所以说呢 对于整个这个 目前市场来讲的话呢 我觉得 还可以关注一些个股 调整比较深的一些个股 那么可以 现在好像调整很深的个股 蛮多的呀 高科技的大型股啦 Finance啦 除了能源股 就是除了utility股之外 黄金之外 都是下调很深的 包括原油 好 那么对于这个2019年的话呢 我觉得整个蓝筹股的表现 应该不会太好 所以说呢 像大家呢 尽量的去揭入一些 中低档的一些价位的一些个股 10块20块的 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合理的 或者是从40多块钱 一路跌到10几块钱的 像这种股票的话呢 它反弹起来的这个力度 也是会很强劲的 那在这种下跌很多的股票 我们要看它的什么 看它的relative strength 或者是看它的earning还不错 如何选股呢 好 那么首先呢 选股的话呢 可以根据 可以根据这种基本面来进行选股 然后呢 看一下它的这个日平均的这个成交量 那不是符合你的进出场的一个 一个规则 那如果说成交量太小的话呢 大家那大家呢 要稍微谨慎一下 如果像 像这个 一些个股的成交量平均在1000万左右的话 我觉得大家呢 这就不需要太过于担心 那么接下来的话呢 就是 看它的这个准备 二 然后呢 再进行一个进行一个介入 介入的时候呢 也可以配合的这个期权 来进行一个短线上的操作 因为毕竟市场不稳嘛 所以说呢 可以通过期权来平衡一下自己的成本 这样的话呢 可以更加的能适当的调整一下这个仓位 这个风险 好 那我们就针对 好就是走一个捷径吧 比如说是要挑选股票 您刚才说太高价位的可能就不便介入 那10块20块的股票 还有40块跌到十几块 那这个是属于哪一个行业呢 是新兴的行业吗 可不可以比较specific的告诉我们一些 好的 比如说 我就给你一个代码吧 这个PHM PHM H like Peter H like Hor I'm like Mary 对 好看一下 PHM 哎呀还不错耶 他今天是 这个是Porty Home 是Builder的 25块8 你看 你看到这张股票的时候 你的第一个感觉就是这支股票是不错的 对 而且呢 那你是 也是结合了目前的整个这个市场的一些 基本面 就是调整的一些幅度 你看这支股票呢 是也是很抗跌的 对吧 对对对 对对对 它的最低点是在10月份 现在都已经回来了 对 而且呢 在市场调整的这段期间之内的话呢 它是在做一个横向的整理 所以说呢这张股票呢 像这种股票 这种这一类的股票 都可以从中间来进行一个筛选 然后呢 可以重点的关注 嗯 OK 所以它最高点的时候是在今年的6月份 然后最低点的是在10月份 几乎达到20块之下 OK 所以现在已经回到了25块左右了 非常好 这是其中之一 如果我们想要详细知道 借你的在做股票的这些 是不是有一些公众号啊 或者是可以跟您私人的微信 可以连接上起来啊 加入你的会员 应该用什么方法 好的 我个人的微信呢 是J1GENG001 我的公众号呢 是GBWM2020 G20绿万财富 GBWM OK 2020 好的 知道了 好 那这个是其中的一支 我们刚才有朋友 他问到的是 Chefran 他是问到了一支石油股 Chefran 呃 代号是 Let me see 我看一下 哦 哦 他问到的是USO 对不起 他问到的是USO 跌得好惨哦 从10月初的16 一直到现在的9块7毛2 好的 那么USO的话呢 对于原油类谱来讲的话 我觉得它应该距离反弹 已经是 呃 已经很近了 首先呢 我们看一下 之前呢 这个 呃 原油的下跌的话呢 首先是应该是源于这个 这个中 呃 沙特 呃 对于记者方面的一些 这个这个暗杀 然后呢 美国这边出现质疑 对了讨好美国 刚刚开始出现的这种下跌 随后的话呢 呃 也是我下跌的行情呢 我应该是配合着 呃 尽量抑制这种 通货膨胀率 因为呢 原油原油的这种 大部分的一个走势的话 可以从呃 从另外一方面 呃 可以很好的 抑制住这个通货膨胀率的一个发展趋势 那这样的话呢 他们其实是向美联储来 呃 释放 目前呢 嗯 不通胀 没有加息的必要 呃 那么 现在的美联储 呃 呃 它就是按照书本上呢 呃 就是 按 按部按部就班的去加息 那这样的话呢 呃 呃 原油的话 下跌的话呢 我觉得 不会在这种低档位 呃 持续太长时间 呃 反而的话呢 应该是距离反强 应该是不远了 嗯 所以说能够SO来讲的话 呃 可以看一下反弹吧 他反弹下一个阶段会到什么价位 对 你线上的反弹 第一个阻力是10块2毛5 强阻力在11 嗯 在11这个位置上 嗯 好 下面是台湾三麦扛达特 TSM啊 今天是35块8毛8 好的 TSM的话呢 呃 只能是关注前期的一个低点 35块2毛4 那么也就是说收盘跌破35块钱的话 马上这个就要呃 退把资金收回来了 那因为呢 他还会继续的向他去调整 那从日线图上来看 已经给出空头的这种调整信号了 啊 不排除他还会继续的向下 周线图上33元是200天均线的支撑 那么也就是说这轮行情 如果市场在继续的向下去寻求支撑的话 寻求呃充分性的一个调整的话 那么个股的话会在周线图上 本200天均线去 甚至有个个股呢 会跌破周线图的200天均线 所以说呢大家呢 要谨慎一下 嗯 好 另外一位朋友问到的是UUP美元 美元可是比较强啊 刚才我说到的各大股指的ETF啦 Index啦都跌破了年内的 已经成了负成长 但是美元却是另外一番风貌 在年初是22块 现在呢 今天收盘是25块七毛七 看看美元上涨股市下跌 看看美元近期走势 好的 美元的话呢 主力的话呢 是25块9 短线上的支撑呢 在25块7 那目前来讲的话呢 美元提升于高位的一个盘整 如果跌破25块7的话 呃 美元呢 会向20 整起的一个调整 盘整区间 大概是25块2毛5 这个方向上去寻求这个一个支撑 我觉得美元目前来讲的话呢 调整的概率呢 还是嘛 还是大的 还是大的 OK 下面是大麻相关股的CGC 今天下跌1.78% 回到27块6 好的 CGC的话呢 短线上是处于超卖的节奏当中 主力28块28块8毛8 支撑的话呢 暂时的放在26块8毛5 今天的低点 因为呢 今天呢 川普他签了 川普他签了 Farmacill 那么对于整个大麻板块来讲呢 都是一个利好的 所以说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明天的这个 明天的这个行情 对于大麻板块来讲 应该是有一定的利多的因素 嗯 嗯 好 那么如果说看到是一个 ISEER的ETF 它是Barkley Bank出的20年的 TREASURE BOND FUND 它的代号是TLT 也是从11月初 一直从110块涨到现在的120块7毛4 今天才略做回调 这个又代表什么意义 它是不是成了W型 下一步怎么走 它目前呢 试图走的是一个扭转的一个 扭转的一个节奏 那么 扭转的节奏呢 那么从中长期上来讲的话呢 它的上涨暗示着这个 加息应该是出于放缓的 目前呢 也是符合美联储的这种 加息的这种频率和进入 那么短线上的话呢 是称119.5 好的买点呢 在118.5 118.5 嗯嗯 对 好好明白了 那我们的节目已经将近进入尾声 除了刚才的PHM J是不是可以再提供一只股票 来让我们学习 嗯 目前呢 那大家呢 还是继续的关注NBEV吧 因为这张股票的行情呢 还没有走完 因为呢 这张 像市场调整了这么多 然后呢 这张股票呢 从我们开始分析到现在的话 已经上涨了50%了 所以说呢 我觉得这个行情还是没有结束 好 那么如果有新的投资者 可以继续的关注 非常感谢你 J J的微信号是J梗001 那他的公众号呢 是GBWM2020 希望旧金山的投资朋友可以加入做会员 J非常感谢你 也祝你圣诞佳节愉快 我们不久的将来再谈 谢谢你 祝大家节日快乐 好的 听众朋友 我们上半场的节目结束 进段广告 继续进行CBD O有一个养生品的这个解释 好 听众朋友不要走开 马上回来 一年一度圣诞佳节即将来临 想不想知道中文投资网美女分析师Kingsley Huang 除了工作之外的风貌 以及作为年轻股票分析师的心理状态 GMCC万通贷款的James Jean 畅谈他的求学观生活规划 人生规划 人际关系处理原则 处处显示出他在事业拓展的过程中 相互之间的关系 请于12月22号周六晚7点半 准时观赏娱乐漫谈圣诞特别节目 最新税法方案出台 税改将如何影响业主和房地产投资者 位于Pala Alto的德利昂地产首席执行官 兼法律总顾问Michael Repka 拥有地产法和税法博士学位 义务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此次税改带来的影响 共同探讨您的房地产买卖目标 另外 限于德利昂地产直接购买德利昂上市房产 我们将免除100%的买方佣金 详请请致电德利昂地产650-368-8688 九年行大运 美国上市公司中文投资网 股票代号CIIX旗下推出最新比特币 和区块链最新网站 www.newcoins168.com www.newcoins168.com 最新比特币和币圈行情 分析师研究 新币介绍精彩信息 加入会员就送8块8毛8比特币 微信加入Warren Wang 2018 WAREN WANG 2018 董燕杰房地产中介 SBRE地产实业公司Broker Owner 硅谷从业17年房屋买卖物业管理 董燕杰敬业诚信可靠认真 电话及微信650-867-1248 650-867-1248 BRE No.015-1948 Transpacific泛亚财务保险公司 是全美华人最大的 受险于年金的General Agency 北加州现有Fremont及San Jose Office Y 第三家也于San Mattel正式开张 全美已有11家分公司 代理超过40家知名保险公司 并有1500名保险经纪人 为客户挑选最适合的保险及年金产品 有专业培训及Back Office Support 欢迎保险经纪加入我们的行列 Transpacific受险于年金的专家 脸上有暗窗 青春痘 凹凸痛怎么办 凭着信心走入Bofor Day Spa美容中心 让您把烦恼留下美丽带回家 Bofor Day Spa皮肤烦恼的终结者 完美肌肤的剔造者 20年丰富的经验是您不二的选择 县镇特价优惠中 第一次体验只需68元 Bofor Day Spa地址4314 Moore Park Avenue San Jose 订阅电话408-861-0886 408-861-0886 不管您是购买新屋还是重新贷款 Long On Time都会为您精心挑选 最适合您的贷款计划 用我们最诚恳和细致的服务 帮您实现家的梦想 请致电888-220-6680 或上网LongOnTime.com 保健与养生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 在年末之际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妮娜王 在节目中呢 和大家来聊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 相信她呢 也会给大家带来年终岁尾的健康福利 妮娜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呢 在年末的时候来到节目中呢 先要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新年快年快 好 在年末之际呢 我们特别邀请到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妮娜王 在节目中呢 和大家来聊聊有关健康方面的话题 相信她呢 也会给大家带来年终岁尾的健康福利 妮娜你好 主持人好 听众朋友大家好 很高兴呢 在年末的时候来到节目中呢 先要预祝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新年快乐 那在年末呢 和大家聊一聊健康的话题呢 我觉得是非常非常有必要的 今天呢 我也给大家呢 带来了公司健康的新产品 以及特别的价值优惠 请大家呢 先记住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等一下会跟听众朋友们介绍我们的健康大礼 还蛮有期待的哈 那也希望我们的听众朋友不妨先记一下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那等一下呢 就来打进电话 跟我们今天所访问的特别嘉宾 妮娜 看她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有关健康方面的大礼啊 那特别是呢 我们的朋友们都是忙忙碌碌的一年到头 那尤其呢 更要关注自己和家人朋友的健康了 那妮娜 首先还是要请您 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一下汉浦生命科技公司吧 好的好的 我们汉浦生命科技公司呢 是中文投资网旗下的全资子公司 股票代号呢 是CIX 我们是一家专门从事美国高端营养保健品CBD 汉麻油的推广和销售 总公司呢 目前在洛杉矶 我们的分公司呢 目前呢 在纽约和加拿大都已经正式的运营了 在旧金山三藩市的这个office呢 正在筹备当中 目前呢 在洛杉矶 我们已经有超过250家店的经销店 而且在华人当中呢 我们是唯一的一家在推广和销售汉麻油的公司 嗯 又是一个期待 期待汉麻油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呢 能够在2019年落户 我们就进山湾区啊 那特别是 是的 那特别是趁着年终碎尾的时候呢 也请妮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聊 做一个年终总结啊 就是说在这一年来 你们公司非常的关注健康事业 那么都会有哪些的故事 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呢 好的 我们公司呢 很多听众朋友大概都听说过哈 总公司是做中文投资的 已经20年了 那我们这个汉浦生命科技公司呢 这个旗下的这个子公司 之前呢 一直专注做汉麻油的这个高端的保健品 是美国的超级食物 那在我们也可以说 现在是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超级食物了 在老美圈呢 已经很有名 也也非常非常的受欢迎 这家公司是专门生产和经营喷雾生命营养素的 它主要是吸收好见效快便于携带 让所有关爱健康的人受益 什么样的一些不同呢 哦 是的 因为呢 大家都知道我们公司一直专注这个CBD汉麻油 推广市场一年多呢 销售非常好 因为汉麻油呢 透过调理人体的中枢神经 帮助到很多很多的 有一些身体问题的身体疾病的朋友们 那么这次我们推广的这个喷雾呢 它的好处非常非常的多 首先呢 我们是讲了 这个喷雾在制作工艺上是要求非常严格的 所以它的产品价位相对会高 那么第二一个呢 就是喷雾呢 是有它的吸收好见效快 它是透过口腔黏膜细胞的吸收 直接进到血液 而不是像我们平常吃的一些颗粒或者片剂 要透过我们的食道 最后经过血管再经过你的肝脏的消化 真正进到血液的时候 真的非常非常少了 所以喷雾直接透过口腔黏膜的吸收呢 达到98%的吸收效果 所以是非常非常的棒的一个产品 那我们的新产品呢 就是至尊版的CBD CBD就跟我们之前做的汉麻油是一样的 这次是以喷雾的形式呈现给大家 还有一些各种各种配方的生命氧素 都是喷雾形的 那最主要的好处我刚才说了 它呢 细化的好吸收 方便携带 每一滴喷雾里呢 融合了各种的营养精华 更加细化 纯正的在喷雾中凝结 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优惠 我现在要说了 至尊版的CBD的喷雾 加上两只生命营养素的喷雾 这一共是三只这么一个组合 原价是210块 今天只要180块 请拨打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仅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大家赶快抓紧时间咯 刚刚妮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介绍了 也就是今天带给我们的这个健康营养素 组合的这样的一个健康大理 同时呢 你也提到说 贵公司之前一直在专注做哈马油的保健品 而且呢 这个保健品呢 也是被称为美国的超级食物 这样说起来呢 那这个超级食物就会有它神奇的地方 我相信有很多的朋友 还是非常的好奇 想了解到 这5款喷雾营养品到底还有哪方面的一些特别的功效呢 好 那我来介绍哈 我们目前呢 根据我们就是最最流行的一些身体的状况呢 我们的这个医药专家团队呢 专门配置了5款喷雾的套装组合 其中呢 都是有一支CBD 再加上其他的配合的这个生命营养素 那我们这5套组合当中呢 一个有助睡眠的组合 有女性健康组合 有男性健康组合 还有免疫力功能组合和关节健康组合 那覆盖各个人群每日所需要的营养 让我们的营养呢 细化好吸收 这几款喷雾套组呢 经过我们推广市场以来呢 反应特别特别的好 那这5款套组当中 每一组当中 刚才我说了都有一支CBD的喷雾 以前是油状的 现在我们把它做成喷雾了 那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优惠就是 原价210块 今天的价格就是180块 请听众朋友们赶快拨打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非常的感谢妮娜给我们听众朋友带来这么多的健康的资讯 那刚刚你也提到像新的这个健康产品 喷雾营养素当中呢 会关注到民众的睡眠问题 女性的健康问题 以及男性的健康 还有我们民众都非常关注的免疫功能 关节健康等等这方面的一些问题 所以在这方面呢 还是请妮娜为我们来聊一聊 为什么你们公司的医药专家团队会特别搭配这五个方面的喷雾营养组套呢 哦是这样 对因为我们通过对市场的了解 目前非常困扰大家的 也是非常时髦的这些健康的问题 其中就是第一就是免疫力功能的问题 还有就是睡眠的问题 关节的问题 当然还有我们男性朋友女性朋友的健康问题 这五大类呢 是非常非常的普遍 当然如果我们的听众朋友有一些特殊的身体的需要呢 可以咨询我们的电话 就是个888-789-1670这支电话 我们的这个医药专家团队呢 会根据你的特别需要提供特别的配方 那我们先说这个睡眠哈 我们知道是现代人最大的问题之一了 这个睡眠少 疾病多 睡眠不足啊 与糖尿病啊 高血压啊 心血管疾病 甚至冠心病以及肥胖症都关系非常密切 还会导致人体的免疫力下降 更容易发生感染 长期睡眠不足呢 还会影响到大脑的功能 增加老年痴呆的风险 研究发现睡眠不足七小时的人 比起睡够七小时的人 感冒的发生率是他们的三倍 所以解决睡眠问题呢 至关重要 我们的睡眠产品呢 帮助您呢 帮助您呢 改善睡眠 调整生理中 让您晚上睡得好 白天有精神 我们的睡眠组合的生命营养素呢 由至尊CBD喷雾 加上两款 助睡眠的生命营养素 组合在一起 让您呢 达到更好的效果 这一套呢 原价是210块 现在是180块 那有睡眠问题的朋友 赶快拨打这个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甩掉你的安眠药 这是一个最好最好的途径了 那除此之外 我相信像跟基娜一样的女性朋友啊 其实也格外的注重健康 不仅是注重健康 还注重美丽 对不对 那在这方面 这个保健品会有这方面的一些效果吗 是的 那刚才我们说到了女性的健康组合 这个组合呢 就是针对如今女性 地位在社会上的崛起 既要在对外呢 应付工作的重任 又要回来照顾家庭 很容易衰老 或者能量不足 我们这套组合呢 补充女性每日必须的营养元素 减缓细胞的衰老 补充你的活力 特别是有一支CBD在其中啊 效果就会更好 也一样是原价210 限价180 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有关新型至尊版喷雾系列 保健产品的话题呢 就暂时为您分享到这里 我们现在呢 稍次休息 工商资讯之后 马上回来 节目当中继续来收听 健康单元的节目 我们在节目当中呢 邀请到来自 汉浦生命科技公司的总经理 丽娜王 为我们继续分享 有关健康和 新型至尊版喷雾系列 保健产品的话题 丽娜你好 主持人好 大家好 请妮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来介绍一下 这种新型至尊版喷雾系列的保健品啊 CBD喷雾的组合 如何来挑选给自己 或者是亲朋好友 给他们带来非常好的帮助呢 是的 那我给听众朋友们的建议就是说 您可以根据您的具体情况 打电话呢 到我们的公司 我们有专门的首席的医学顾问 王教授呢 会为您特别挑选 适合您的组合 比如说 男性的健康组合 知道男性的压力更大 上有老下有小 要扛复的家庭的重任 生活经济社交等等方面 很容易呢 作息不良 忽视健康 那我们呢 都要关心男性朋友的健康 所以我们这套健康品呢 就是补充他们男性 每日必须的营养元素 让他们活力焕发 这个价格也是原价200亿 今天180块 那再有一个呢 我想介绍一下 这个免疫功能的组合 免疫力呢 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 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 寝入任何遗物的 比如说病毒啊 细菌的侵害等等 处理衰老 损伤死亡 变性自身细胞 以及识别和处理体内 突变的细胞和病毒 感染细胞的能力 是人体识别和排除 异己的生理反应 那免疫力低下呢 会造成很多很多的症状 比如你常常会感冒 然后呢 会睡眠不好 会并发一些炎症 甚至一患癌症 所以呢 我们真的不能忽视 那我们这个免疫力的 组合呢 针对免疫力低下的人群提供 搭配你的营养素 让你防止流感呢 不容易生病啊 睡眠好 让你身体达到一个 良性的循环 尤其是现在冬日哈 这个天气变化很多 所以我们这里特别提醒大家 预防流感和季节性的传染病 那这一套的原价也是210 现在180 我们的电话888-789-1670 再有一个呢 说到我们的关节健康 我知道很多有关节的问题 我们的关节健康组合 能够缓解你的关节炎的疼痛 最主要的有一支呢 在这里面就要提到的 补充细胞所需要的营养 现在呢 我们的关节炎患者呢 差不多经过专家的统计呢 有上亿人以上 而且人数在不断地增加 临床表现为呢 关节的红肿 热痛 然后还有功能障碍等等 严重者呢 导致关节残疾 影响生活的正常进行 然后我们想呢 通过这样的一个产品呢 带给我们所有 关节炎患者的一个 好的一个消息 让他们呢 能够得到一些缓解 得到一些重视 这款产品呢 也是佳节送给老人们 和有关节炎症状人 最适合的礼物了 那这一套的原价 也是210块 现价180块 那请听众朋友们 赶快记住我们这个热线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非常的感谢 汉普科技公司 一直对民众普遍关注的健康问题啊 给予很大的这样的研发 而且呢 能够生产出这么棒的这个健康的产品啊 丽娜也给我们带来了许多有关健康方面的一些资讯 我相信我们的听众朋友不仅是了解到这样的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产品 而且呢也透过这个产品对号入座 让我们自己也看一看是哪一方面我们身体是出现了问题 而且呢 这个问题又一直困扰着我们自己 所以呢 在这个节目当中呢 抓紧时机 一方面呢 问询一下有关汉普生命科技公司健康团队的这样的一些专家 那另外一方面呢 也咨询一下今天丽娜带给我们的这样非常好的神奇的保健产品 听众朋友赶紧拨打这只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接下来也继续有请丽娜为我们的听众朋友再来聊聊 至尊的CBD的喷雾 它的组合有什么样的一些更加细致的特点 好 那我知道呢 很多听众朋友非常熟悉我们的产品 我们之前有推过CBD的汗麻油 那这次为什么要推出这个CBD的喷雾呢 这个CBD的汗麻来自这个研究的表明呢 汗麻中的天然元素当中的CBD呢 就是被证实了的 具有免疫力的调节 抗炎症 抗焦虑 调节睡眠 减轻疼痛 预防老年痴呆症等等的好处 那领约时报呢 也多家美国主流媒体也都曾经报道过 汗麻油是健康的补充剂 它可以提供您身体所需要所有的营养成分 那我们呢将美国本土的健康理念汇集全球的华人 CBD汗麻油一直是我们的主营产品 升级的至尊版的CBD的喷雾呢 营养更加细化 使用更加方便 效果呢更加显著 我觉得这五个套装呢 对我们现在的广大的朋友来说呢 都是非常非常实用的 所以呢建议听众朋友们赶快的抓紧时间 喷雾的好处呢 其实非常非常的多 现在已经不是你在吃颗粒和胶囊的时代了 这个喷雾呢是一个保健品的新型的革命化的一个进度 在吸收的情况下呢 通过口腔粘膜的吸收呢 可以让你的这些营养成分 80%的进到你的血液里 达到直接吸收的效果呢 能够让你的身体呢 更快的恢复健康 而一般的营养天剂啊 胶囊啊 在你的吞咽 经过食道 肠胃 再经过你的肝脏消化 真正进到血液里的营养成分呢 就非常非常的少了 所以呢 我再三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 推广我们的至尊版的喷雾的CBD的这个套装 今天前20名的听众朋友还是有这个优惠 每套三支原价210块钱 现在只要180块钱 另外呢 买的多 我们还有多送 请听众朋友赶快抓紧时间 年末了给大家送礼 就送健康 我们的热信电话是888-789-1670 888-789-1670 没错 送礼就要送健康 这句话太经典了啊 而且呢 刚刚您介绍这个喷雾系列保健品 听起来对身体的吸收 似乎是更加的简单和直接啊 特别是您提到睡眠 其实在我们周围 常常听到一些朋友说 哎呦 备受这个睡眠的困扰 每天晚间可能是一睡不好了 就影响第二天的工作和生活 那讲到睡眠的这个问题的时候呢 我还要多说两句哈 就是睡眠的问题 现在真的非常的普遍 因为便于生活的压力啊 节奏快啊 这样的人群会越来越多 那长期的不用安眠药 对你的损伤是非常非常大的 所以我建议呢 有睡眠的问题啊 关节炎疼痛的问题啊 免疫力不足的问题啊 等等这样的朋友 赶快呢 拨打我们的这只热线电话 1888-789-1670 888-789-1670 您就可以得到原价 210块钱的这个套组 今天只要180块钱 仅限前20名打进电话的听众朋友 其实呢 除了睡眠问题 那当下呢 因为在冬季 尽管是我们就进山湾区啊 冬天不是那么的寒冷 可是呢 今年的冬季啊 天气的变化非常的多 因此呢 我们就看到周围有很多的朋友 非常容易罹患感冒 那接下来就为我们的听众朋友 介绍一下 有关免疫健康组合的产品 好的 我们刚才介绍了 一只这个至尊版的CBD喷雾 加上两只生命营养素 会帮您呢 提升您的免疫力 那冬天呢 这个细菌病毒无处不在 为了生存和繁衍呢 它们总是在寻找着寄生虫的地方 那千万百尽要钻到你的身体里边 这时候你的免疫系统 要一刻不停地战胜它们 任何漏网之余 都会给您带来健康的隐患 那我知道那个刚才 这个基娜已经说了 这个旧金山的天气 今年真是变化不断 我去的几次旧金山 都是赶上英语连绵 当然我觉得还是挺舒服的 但是虽然还是有点冷 但是我们的免疫力呢 就会呈现出来不同的症状 所以呢 真的不能忽视 那我们这套组合呢 由至尊版的这个CBD的喷雾 加两款 提高免疫力的生命营养素的搭配呢 让你的免疫力呢 更加的升级 现在生活的节奏快 压力大 很多家庭忽视了 对家人健康的经营 其实我们要将健康 列为家庭的一个重点来维护 无论贫困与富裕 健康才是幸福的基础 没有健康呢 人生的追求啊 事业啊 财富啊 爱情啊 都失去了衣服 健康的身心 是成就一切 红土伪业的基石 只有不断地为健康 进行储蓄 你的财富才会倍增 否则一切将会化为泡影 再说一下我们的五款 喷雾系列套装 今天特别的优惠是 每套原价210块 今天只要180块 前20名的朋友 赶快打电话 我们的电话就是 1888-789-1670 888-789-1670 那我们在年末的时候 还是要告诉大家 健康送礼就送佳品 那我们的理念就是呢 萃取草木精华 成就健康万家 希望所有的听众朋友们 都保持一个健康的身体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在年终税尾的时候呢 如果送礼 别忘了最好的礼品 就是健康礼品 所以呢 不要错过这样的好时机 请您拨打直直电话 1888-789-1670 1888-789-1670 也谢谢妮娜 在今天的健康单元的节目当中呢 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 好福利好消息 也祝在新的一年里呢 你们的产品呢 给我们带来更多 更新换代的新产品 好 非常的感谢妮娜 也谢谢听众朋友们的收听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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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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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